欢迎在说的过后,回来的新闻现场 今年的台湾顶会将会在台南顶座 这次分造与平和隔铁两个顶库 其中指定将来台湾 七合会保在隔铁顶库进行安装电力 市长会提到观光室顶周永会出席主席 期待顶会何等顺利电池 在传统的季后 由市长会提到观光室书顶的集围会 与现场的明台和贵宾共同资败 基于这次的台湾顶会顺利进行 这次就是这次的档头戏主席的安装医生 除了电池以外,台南也将古板几个月 豐富的活动 市长会邀请民众拥有来台南观光室书 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在昨天,即上个月的National Geography 国家地理杂志旅游版的肯定台南成为 2024全世界最酷的30个景点 之后呢,美国的CNN有线电视 也票选、评选台南成为2024必来的这个景点 全台湾就只有台南入选 而且在亚洲也没几个国家 但是我们非常高兴 正好迎接台湾灯会 希望大家都来台湾 都来台南 今年的台湾灯会有两大电池 电池超过300个的作品 当时也有像特别的国家电池 有过去一千万的观光宁处来到台南 安座大典象征的我们希望2024年 以越在地越国际的角度来凸显我们台南的重要 台湾的重要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国外都认为台湾灯会是没有云霄飞车的迪士尼 那么我们可以讲说除了这个灯区主灯之外 我们其他的副主灯其实都非常多的亮点 我们可以细数台南的400年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过去比较 大家没有特别注意的 我们今年有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灯区 那么我用3D的方式来呈现 那么敬请大家期待 这间的主典龙来台湾 将会有十八公协馆 以台南大天效共的一条飞龙围餐客 搭着出充满台南红菜的会典 结合上台南四百点红火的外典 将会是来台南观光路有的好时机 既然过来几天区藏不得